大家好,上节课呢,我们使用YAM以及圆码两种方式安装了一个NGX服务器 那么当前呢,我保留了一份我们使用圆码安装的NGX服务器 那么当时呢,我们安装完NGX服务器之后,它是不支持PRP文件运行的 比如说当时在我们的服务器上呢,我创建了个index的文件 好,我们再来打开一下index.PRP 那么它默认的会把这个index.PRP文件呢,给我们下载下来 那只要出现了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NGX现在还不能运行PRP文件 那如何去让NGX服务器支持PRP文件运行呢 那需要安装一个PRP,并且呢,让我们的NGX支持PRP文件运行 那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笔记如何去安装一个PRP 那么在安装PRP之前呢,我们首先需要安装很多依赖 比如说什么XMLlib,以及一些图片的lib,还有什么FreeTypeDeveloper,以及CURL等等这些酷 那我们统一的使用YAM一键,把它们全部安装一下 好,我们复制一下当前的这条命令,然后在我们的终端上呢,去运行一下 好,回车 那么这个过程呢,就稍微有点慢了 我能给大家稍微暂停一下 那好,出现Complete,以及Install的这个列表 那说明我们下面的这些软件包呢,已经全部安装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需要去安装一个PRP 那首先我们得确认我们这个服务器上有没有安装一个PRP的版本 那我们使用的是一个SiteOS的纯净吧 那应该来说是没有的 那可能大家的电脑上呢,是具有PRP的一个默认的版本 有可能是5.4的版本,那你需要去把当前的那个版本卸载掉 那我们这台机器,它是没有一个PRP的预装版的 所以我们现在直接安装我们最新的PRP版本就可以了 那么最新的PRP版本是在哪里去获取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PRP的官网,也就是PRP.NET 好,我们来看一下 官网呢,有一个download 好,在这里最新的版本State啊,就是稳定版 最新的稳定版,那是一个7.1.5的版本 那我们现在来找到我们国内的一个下载地址 好,就这个,我们来复制一下 那么其实呢,这个地址呢,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 那么为了是最新的,所以我再替换一下 那把我们当前的这个命令粘一下,在我们的终端上去下载一下 好,回车 那么很快我们PRP的这个文件包呢,就会下载下来 而下载下来呢,它是一个mirror的文件 那我们看一看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使用file,然后呢,输入这个文件的名字 好,它告诉我们是一个gzip包 gzip包,并且呢,是一个php7.1.5ta的gzip包 那我们现在呢,把它改一个名字 方便我们去操作 我们把它改成movemirror 变成就php-7.1.5ta这个包 好,我们把它粘下来 好,回车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变成一个php-7.1.5ta的一个压缩包 那我们现在需要解压一下 那么解压是使用ta命令 好,我们把这条命令呢,再来粘一下 那么再到我们中单上去运行一下 好,回车 好,这里报了一个错啊,报了一个错 好,我们这里多了一个.gz 点gz,我们把这个.gz呢,去掉 那么现在呢,把我们这条解压的命令复制一份 然后呢,再去我们的中端上去运行一下 好,回车 那么解压完了之后呢 好,稍等 解压完了之后,我们使用ll 然后能够看见当前的这个目录下面就有一个解压之后的php-7.1.5的文件夹 那我们现在进来cd-php-7.1.5 我们进来之后呢,能够执行一下我们的圆码安装 圆码安装呢,有几个步骤 首先要进行配置一下 那么这里说到这个php的配置 我们要着重说一下 那么php呢,有很多种配置方法 那么最简单的就是指定一个目录,那启用一下fpm就可以了 当然,我呢,这里就给大家使用一个比较全一点的配置 我们现在把下面这个配置粘贴一下 然后呢,在我们这个文件夹下面去执行一下 好,回车 好,到现在呢,我们的配置已经执行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个安装 好,我们现在来安装一下 一个是make,然后呢,and make install and make install 好,回车 那么这个安装编译的过程呢,稍微比较慢 那我也给大家做一个快计 好,那么到这里呢,整个php就已经编译安装结束了 那么整个php的编译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慢的 因为它具有很多的扩展 而它的安装呢,相对比较快一点 不过呢,在这里没有报错 那说明我们的php呢,已经安装完成了 那安装完成之后,就需要我们启用一下php的INI配置文件 那我们来使用哪个INI的配置文件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它的原码包里,它其实提供了两份php.inI 那么第一份呢,是development 第二份是production 那么我们是使用下面这个生产环境的配置文件 那我们需要把当前这个配置文件 去拷贝到我们安装目录下面的一个etc目录下面 我们是安装在user-local下面的一个php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当前这个路径下面呢,有一个etc的路径 我们是把它拷到etc这个路径下面 好,我们现在再来回到我们原码的目录 是在php-7.1.5目录下面 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用于生产环境的配置文件呢 把它拷贝过去 并且呢,把它命名成一个php.inI文件 好,这条命令呢,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 在这里 就是这条 好,我们拷贝一下 然后,粘到我们的终端来执行一下 好,回车 那么拷贝过去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我们在我们系统的一个etc目录下面 就有一个php.inI 这是我们系统自带的 我们需要去删掉 那么当前呢,我来看一下我的系统有没有 好,cd到-etc下面去 etc下面去 然后呢,我们来使用ll来看一下 系统的etc下面有没有一个php.inI的文件 好,我们来找一下 那果然,这里是有一份php.inI的文件 那我们需要把当前的这一份文件去掉 好,把我们的命令粘过来 rm-rf删掉 php.inI文件 好,删掉 然后呢,我们需要去把 我们刚刚用于生产环境的 那一个php.inI 做一个软连接 到我们的etc目录下面 好,回车 那做好软连接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 需要 拷贝一个 prp-fpm文件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 user-local-prp.etc这个目录下面 有没有这样一个 conf.default文件 好,我们来看一下 cd-user-local-prp 然后呢,有一个etc目录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在这个目录下面 它有一个配置文件的default 但是没有一个配置文件 所以我们做一个拷贝 粘贴一下我们的这一条命令 然后呢,再去我们的终端来执行一下 cp这条目录下面的一个conf.default目录 把它复制一份做一个conf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我们当前的这个文件下面 就有一个.conf文件 那我们现在呢 去里面去编辑一下某一段 好,我们来编辑一下 vi.prp-fpm.conf 来 在这里呢,有一个pid 我们把这一行注释去掉 把这一行注释去掉 就去掉这一行 我们的prp-fpm 才能够去运行 prp 好,我们来 把这一行前面的警号去掉 然后呢,保存一下 保存之后呢 再来看下一条配置 好,我们接下来呢 需要把这个3w.conf.default 做一个3w.conf的配置文件 好,再来看一下 那么韩式当前的这个文件夹下面 有一个prp-fpm.default 那我们看一下 把它拷贝一份 做一个3w.conf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生成一个3w.conf的文件 那我们接下来进来再来编辑一下这个文件 好,在这里呢 需要指定一个用户以及用户组 用户以及用户组 那如果说我们安装NGX的时候 指定用户名 指定用户组的话 我们需要把这两个改一下 改成我们指定的用户名 以及用户组 那么我们在安装NGX的时候 在使用.conf.conf.conf.的时候 是没有指定用户名 以及用户组的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不需要进行任何修改 我们这个地方不进行任何修改 然后呢 直接退出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配置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把prp-fpm 拷贝到开机目启动向里面去 好,我们把这个拷贝一下 那么这个文件在哪里啊 这个prp-fpm这个启动文件 是在sapi 也就是我们安装prp的一个根目录下面 圆码目录下面 好,我们再回到那条目录 -root 也就是我们的加目录 当前root用户的一个加目录 -root下面的一个prp-7.1.5 那么在这个文件夹下面 才有一个sapi 我们来看一下 才有一个sapi 我们来看一下sapi目录 好,我们再来把这条目录呢 把这条命令粘过来 运行一下 把我们的prp-fpm 添加到我们系统的启动向里面去 那么添加完了之后 再来给它赋予一个启动的权限 好,再来粘贴一下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下一个 我们接下来需要把它设置为开机启动 那么添加进去呢 还要设为开机启动 那么再粘 好,那么已经执行成功了 没有任何返回结果 那说明是执行成功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需要启动一下prp-fpm 好,我们接下来启动一下 好,少了一个t 我们补一下到那边 粘贴t 好,回车 好,我们提示我们prp-fpm 那已经启动了starting-down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需要呢去配置一下ngix的配置目录 那说明我们当前的prp呢 已经配置好了 只不过呢 我们的ngix还不支持prp的运行 现在再去执行一下我们的index.php文件 -index.php 那么它同样的还是一个下载 还是一个下载 那我们现在呢就需要去配置一下我们的ngix 我们的ngix呢安装在-user-local-ngix下面 那么ngix下面呢有一个conf文件夹 好,我们再进入conf文件夹里面 有一个ngix.conf的文件 我们来配置一下ngix.conf 那么在这里啊有一个有一个段是location波浪线.php 那么是把所有的php文件做一个解析 使用fastcgi 然后呢把它包含进来 我们先需要呢把这一段所有的注释去掉 把这一段所有的注释去掉 好,我们来修改一下 好,那么去掉这一段注释之后呢 在这里有一个fastcgiparam这一行呢 把这个script做一个修改 把这个script做成dollar document element-root 也就是根目录 好,我们来退出并保存wq 那么保存完了之后呢 需要进入到上层目录 再看一下啊 有一个sb目录 有一个sb目录 我们ngix的启动文件就在sb目录下面 有一个ngix 那我们现在呢 重新加载一下ngix的配置文件 ngix然后呢-s reload 好,那我们接下来 来运行一下index.php的文件 index.php回车 那么我们的页面上呢 就已经展示出了php info的具体内容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很多扩展在我们编译的时候 就已经添加上了 比如说我们的GD库 比如说rcoun 还有我们看一下mbstream 以及我们的mastico-i mastico-nd等等啊 这些扩展都已经添加上了 那我们到现在呢 prp就已经安装成功了 那我们下节课呢 来安装一下mastico 好,谢谢大家